这次多亏好事 叶哲涵那丫头 还有脸来参加新冬宴 是我教她来的 毕竟大家都是同学嘛 言诺替她救了场 她怎么都得喝一杯 以示感谢吧 我心里就是不爽 待会儿我们轮番上 把叶哲涵灌醉 让她也长长记性 点到为止 别太过分就行了 叶哲涵 挑战杯才结束几天 你恢复得挺快的嘛 不过我还要谢谢你撞上 把这么宝贵的机会 给了顾少 来 我敬你 怎么 顾少得了冠军 不应该庆祝吗 说得没错啊 是该庆祝一下 我先干为敬 叶哲涵我也敬你一杯 为什么 为了 别管为了什么 夏洛得了冠军 就值得庆祝 对啊 对啊 是啊 那我们干杯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 不行 我有点晕我 等等 叶哲涵 我发现你很喜欢 林郑脱头啊 叶哲涵 这才刚开始 你怎么又想留 真醉 不信你看我 你怎么来了 感谢大家为了我 为了夏洛进宫 但我们还是大学生 建议大家适度饮酒 签尝既致 你喝多了 走 回去醒酒 我 我没做 我自己 自己能走 不然你看我 我 不然乱 你这颗扮作 咱们 还不又成了群妻少女的靶子了 好 这三分天的小秘密 没想好要不要说明 我应该认真聚一整片暗蓝的森林 住于彼此的回忆 身长得有点茂密 我觉得很真心 这三分天的我和你 真的满吃了病 一切都很紧 一般有自然的梦境 有你的每天都是好心情 像这样一句和你在一起 准备好了 好看 再来一个 三二一 它居然还留着 还放在这种地方 呼吸眼前都是好风景 我却只想快点告诉你 这颗星最近总不太听 尤其是挤挡了你普通的跳都不停 你突然神奇变成我生活中心 眨眨眼睛好像你就在这里 这三分天的笑意 你一年轻都不有你 好痒 忍住 要是现在醒了 也太尴尬了吧 怎么停了 这三分天的我和你 关系慢慢成了病 一切都很简易 我们有自然的默契 有你的每天都是好心情 像这样一句和你在一起 贵了